尽管热带风暴谈尾已经逐渐远离中国海南岛 而且威力已经减弱 但雨势仍然不停 受到这股风暴的残波和冷空气结合影响 海南岛连续三天降下极端暴雨 琼海和三亚等等今天继续停课 三亚在过去一天出现了279.7毫米的雨量 打破当地10月单日雨量记录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 海南多地从昨天晚上到今早的累计雨量 达到了300到400毫米 局部地区甚至出现500毫米的雨量 当地政府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 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至于领域台风坑锐强度逐渐增强 预计最强可能达到强风 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别 星期四中午到傍晚将在台湾东部沿海登陆 之后靠近浙江和福建一带沿海地区 我们看到 感谢观看